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我是Guy Hi 我是Soumy爸爸 今天要來跟孩子的媽一起示範 在我心目中排名前10名的 彈力繩訓練方式 阿彌之前有看過彈力繩嗎? 呃我有看過的時候 沒有用過嗎? 那妳對彈力神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就是覺得他好像是拿來撞鬆身體 然後舒展用 其實跟我一樣 說來慚愧在我還沒有用彈力神訓練以前 我認為這是專門為女性設計出來的東西 啊不就是這條很粗的像皮筋嗎 還能有什麼強度 直到後來我用他訓練之後發現 我錯了 其實彈力神他是很靈活的 不管是對感受度的掌握 強度的變化 變動阻力等等 重點是方便好攜帶 要在它使用都沒有太大的限制呢 實在是居家旅行 隨處健身 必備考慮 讓我彈得滿爛的 啊這個問題問得好 我這裡剛好就有一條 那如果大家一直要在哪選購的話 也可以上某某購物網哦 夾得好硬吧 第一招 單腿蹲 單腳踩住彈力神 雙手向上支撐住 下蹲時讓後腳膝蓋接近地面 訓練我們的腿部肌群 第二招 深蹲 雙腳踩住彈力神 雙手向上支撐住 膝蓋順著腳尖的方向向外 腳掌平均受力於地面 背部保持中立 訓練我們的臀腿肌群 第三招 抬腿 這個動作主要用來加強我們臀部的曲線 將彈力神套在腳掌上 維持跪姿 收緊核心肌群與臀部肌肉 慢慢將腳向後舉起 第四招 繩索面拉 Face Pull 這個動作主要訓練我們的後三角 同時也能作用到你的斜方肌 和其他上背部的肌群 訓練時盡量固定住身體避免晃動 第五招 飛鳥 單腳向前踩住彈力神 手臂向外畫四分之一圓 訓練我們的三角肌中速 動作用來訓練我們的三頭肌 讓手臂變得更緊實 你可以用腳後跟踩住彈力神 手臂向上伸直 或是把彈力神掛起來 手臂向下壓 無論哪一種 記得都要維持住你手肘的位置 第七招 二頭彎舉 你可以雙腳踩住彈力神 同時訓練兩邊的二頭肌 也可以選擇單邊訓練 記得下放時不要太快 維持住肌肉的張力 第八招 站立划船 雙腳踩住彈力神 膝蓋微彎 脊椎保持中立 吐氣時雙手向後拉 手肘向內感受背部肌群的緊繃感 第九招 彈力神伏地挺身 胸推 固定好彈力神之後 雙手支撐住向前推出 訓練我們的胸肌 操作時手肘不要打得太開 大約45度左右就可以了 男士們如果覺得 徒手伏地挺身強度不夠 也可以在訓練時加入彈力帶 增加訓練強度 第十招 彈力神夾胸 這個動作可以全方位訓練到 我們胸部由外展到內肘 盡量保持上半身的穩定 好好感受胸肌的發力 好的 以上就是我挑選出來 要分享給大家的十種 彈力神全身訓練動作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很好的使用方式 有機會的話再來跟大家做分享囉 我是見蓋伊 我是Savi媽媽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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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下次見